大家好,这里是苏老河批评书 我们还是要关注美国 因为美国的好消息 还是分支塌来 每天都有好消息 所以我们不要绝望 不要吊链子 不要自己跟自己破冷水 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 虽然牛蒙地皮开上去非常的穷雄极恶 作恶无底线,撒谎无底线 各种妖娃子 但是他们作恶越多 他们的马脚就怒得越多 你说是不是 实话是说 美国的历史上像今天怎么难的 也不是说今天才有 上个是60年代也是很难的 而且有可能比今天还恶心 80年代不也出现了一笔根了吗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 我说实话 千万不要泄气 而且千万不要说美国烂透了 美国完了 我这两天看佛董尼达的李梅同学 李梅同学 一个年纪跟我差不多 他讲了一句话 我特别的感动 而且就是叫做音语惊喜梦中人 真的 我觉得这个姐姐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主类的姐妹 她就讲 她说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在动不动去说 美国不行了 我有这个干 是吧 我有所谓的就是要拿起武器要干 她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了解美国的人 不了解美国的这个国家现实的一个 非常的中国式的眼淡 非常的粗鄙 非常的无知 也非常没长眼睛 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去看看 民主党他们这帮人 老妖婆 树莫 还有这个共和党的米老鼠 他们成功的把这个真实的选举 把它改了 完了以后 把选举的结果把它偷走了 然后完全控制了美国 他们开过一枪吗 是吗 他们动用他们的人拿起武器 在美国打内战吗 没有 他们还是在一个什么民主选举的这么一个成框架之内在玩 你知道吗 所以美国的问题不是说你靠武林能够解决的 知道吧 民主党他作恶 他都是靠的这个制度本身的漏洞 知道吧 或者说这个制度本身的游戏规则 那你这些个保守派 你要想捍卫美国 你要想让美国再次回答 你也一定只能而且必须在这个制度的游戏 故意在之内玩 如果你是率先啊 用中国的这个历史教材的话 讲你打率先打响第一枪 你一打枪你就输了 我觉得这个这个姐姐啊 这个李梅同学 真的是姐妹真的很聪明的 真的 她是很年轻就去美国了 她真的是一个铁杆的川粉 是一个铁杆的保守派 是一个铁杆的基督徒 我觉得非常有智慧 就冲这一就冲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这些华人里面有些相当优秀的人 尤其是有些女性 真的是很很很优秀 所以你看这两天啊 诸党的这个作局嘛 是不是说9月18号 说有特别的特别多的人 要在这个华盛顿DC 要在这个国口门口 要举行巨大的游戏 是为像去年的像今年的1月6号一样的 然后完了以后又栽赃破脏水 又说这个川普的支持者保守派的人 要发起暴乱 要煽动颠覆 搞这些个事情 是吧 然后又一堆的流程又上来了 结果我们家老川 火眼经济 及时的通过他的官方声明提醒 9月18号的所谓的聚会 绝对是一个骗局 绝对是一个陷阱 绝对是一个圈套 圈套还不要去 哎呦喂 我看到这个消息 我真的是特别感动 这里面有很多个东西 你要你要你要指的这个什么 分析 首先第一 刚才说的第一点 就是说美国 你要想流转美国 你不要用中国式的思路好吗 你不要用中国历史教材的 那个农民起义的思路好吗 真的 美国这个国家 它就是这样子 它是个 今天的美国是一个伪善的国度 伪善就是什么呢 比如 你比如说过去的这个犹太人 法利塞人 他要想杀死耶稣 他自己是不愿意动刀的 他觉得 哎 圣经说的很好 世界里面怎么说的 不可谋杀 是吧 不可谋杀 那我是一个法利塞人 我对这个犹太教的传统 对圣经 对上帝的话语 对摩西世界 我是难受于心 所以我是不会杀人的 我一定要怎么样 如果想杀人 我只能是什么 借刀杀人 所以耶稣为什么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是法利塞人想杀他而不敢 然后借助这个罗马人的法律 把他给杀死的 是不是 所以这些个法利塞人 他觉得 我又没有杀死耶稣了 是罗马的法律 罗马的这个法官 这个行政长官杀死他的 他罪不在我 罪在那个 罗马的这个行政长官 完了以后 罗马的行政长官呢 在决定这个之前 还洗了一些手 说啊 说这个杀这个人的罪不在我 你发现两边都在 都在堂塞 两边都在推 就这个事跟我没关系啊 哎你知道吗 他是这么一个情况 他非常的有意思的一个情况 今天的美国就是这样子的 美国的牛邦地痞 他要作恶 他要他要破坏美国的宪法 他要破坏选举 他要偷东西 他还是以一个伟光正的形象 真的 这个世界上最经典的伟光正 我跟你说 根本不是中共产党 而是美国的民主党 所以你看到没有 我们家老川火眼金睛 立马识破这是个骗局 全国的那些保守派 那些爱国者 那些基督徒不要去 结果你看是9月18号 一共是700多个人 700个人过去 大概有一多半人是便衣 警察 还有媒体 是不是 完了以后 警察假不假是抓了一个人 结果是一个便衣 腰里面还有枪 完了以后 而且最有趣的是 他抓他那个画面 被人拍到了 一看是自己人赶紧把他带走了 那你等于是穿帮了呗 失败了呗 你怒了马脚呗 你说是不是个好消息 这是典型 中国的话讲就是 就是诸党 就是牛蒙地匹 他是潜于其穷 他没有办法了 他又想整个事 然后又开始一通轰炸 是吧 然后成功的转移阿富汗的视线 成功转移南方病 这个疫苗的 各种腰窝子的视线 你说是吧 结果没成功 为什么呀 在美国这样的地方 你要有常识 你要有智力 你知道吧 你要你要懂得什么 就圣经理的话 我说我觉得是最好的 就是训量如歌 还有呢 灵巧相舍 我觉得老川这个人呢 绝对是高手 我跟你说 你们这些这些个人 真是是 脱牙脱身保 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我们不要这个上来 就跟自己泼凉水 没那么 没那么 没那么绝望 就是说没那么悲观 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只要怕 只要信不要怕 好吗 这是第一个很有趣的 行为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出现以后 我真是 哎呀 我从头笑到尾 我真是叫做笑了一整天了 你很幼稚 你知道吗 你搞这些个事情 你以为 你以为保守派的人 你以为爱国者 就是黑命贵呢 是那些安提法呢 那不可能 你比较一下 很聪明 很有智慧的一群人 他们才是真正的爱美国 而且他们跟老川之间 形成一个伟大的 一个心灵的互动 真的 你不用话说的太多 一句话马上搞定 全国这么多人 一人支持他 你想想吧 如果川普不发这个声明 不止出9月18号 是个圈团 反过来说 川普如果说 去 都去 那整个华山的历史都炸锅了 是吧 你看 非常有意思 从这个角度 你会发现什么呢 那爱国者的那种 那种人心呢 就是强大的人心 紧紧的凝聚在一起 排山倒海的力量 不要急 只要信 不要怕 好吗 这是第一个消息 第二个消息 其实 比第一个更有意思 第一个消息是 基本上是一种 一种对于局面的一种分析 最多也就证明民主党 想作局失败了 是不是 丢人了 出丑了 觉得挺搞笑 是不是 第二个才是 风暴意义上的好消息 叫做什么 Durham 这个一个叫做 特别检察官 德莱姆 中文翻译成德莱姆 然后 起诉了 2016年的一个叫做什么 希拉里克林顿 总统精选总部的 一个重要的律师 Sersman 叫苏斯曼吧 好吧 此人非同小可 我看这个很多个 大V都在说 真的是 是整个后来 被证明裂凿出来的 所谓通过我们 虚假证据的 最邪恶的 这个推手 以手他搞起来了 说这个 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 说这个围绕整个 所谓的通俄门 这个飞飞扬扬的 四年喧嚣 其实就是有 西婆 精选团队 和这个本党的 这个奥巴马 执政公权力 司法和国安的合作 对于川普 甚选极度无满的 左媒 大科技公司 媒体 知道吧 大肆炒作出来的 一个狗血剧 说得好 从这个西婆的阵营 用一个英国的前特工 拼凑出来的诬陷川普通俄的 假调查报告 然后呢 输送到 假的报告 输送到美国的司法部 FBI 然后所谓的独立检察官任命之后呢 就是类似于像CNN MSNBC MSNNBC 纽约时报 还有这个什么 华盛顿 这个邮报 每天都有不署名的消息来源 发布一个一个一个的爆炸新闻 民主党情报委员会的这个长鼻子 亚当西夫 然后已不能透露细节的种种神秘的口吻 十分肯定的在电视剧前声称 川普和他的孩子们以及幕僚通俄证据是绝对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结果捏 迄今为止 没有一个人因为所谓通俄被起诉 被抓捕 被判刑 然后呢 这个FBI的这个律师啊 秘密传改了该文件后 递交给联邦秘密监控法庭 该律师已经被判刑了 这个用欺骗的时候呢 获得该法庭秘密授权 以所谓涉嫌国家安全和秘密为由 对川普及其精选团队 核心层面秘密窃听监控 再把窃听到的信息加工想象后 拼凑成拼凑出来一个一个细节 然后泄露给这个什么左媒炒作 制造语论 好像川普和他的核心模料 全部都是俄罗斯的特务 在这个在这16的环节里面 就那个被开掉的那个什么 FBI的前局长 Kami 是这个环节的重要的指挥者 所以他们说 谁能想到2017年1月20号 川普新总统就职典礼的当天 他和朋友们的电话 还在被这个前总统奥巴马 拜登的团队的国安团队 利用执政公权力被监听呢 多少万多少钱的美金呢 纳税人的钱就这样被胡乃 多少无辜的家庭被毁 司法部的高官呢 什么什么什么各种 制造了那份虚假的这个所谓的什么报告 知道吧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问责 这是比水门事件严重的太多的一个一个司法的丑闻 你知道吗 说这个整个戏剧现在搞得清清楚楚 最关键的就是刚才上来说的 就是这个独立特别检察官 我是不是 Dirham Dirham 这个就德莱姆 德莱姆 叫做典型业上的德莱姆风暴 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到了南方以后 曾经说过这句话 说就提到这个人 说这个人现在去哪了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其实是在暗示 知道吧 因为他在干大事 现在就起诉了这个重要的律师 知道吧 所以这是一个反转的心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细节 我称之为真正的风暴 在所有的好消息里面 我认为这个消息排第一的 所以我们不要那么急 真的 正义的事业总是非常的艰难的 真的 人要做对一件事情 要用一身的努力 人要做错一件事情 只需要你一秒钟 我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这些个爱国者 我们这些个基督徒 我们这些个保守派的人 你一定要明白这样的道理 只要信不要怕 人做正义的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 川普就这么讲的 他这一生被无数人出卖 抛弃 告密 他知道做任何有正确的事情 都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暴风骤雨 真的是比你想象的更加困难 但是此时此刻 这种消息 我称之风暴一般的好消息 来年的时候 真的让我们报警圣经 让我们记住这样一句话 只要信不要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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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